好 刚才我们听到了国策顾问黄光国反对把国语改成华语这个字眼 他强调台湾的中文教育可以超越对岸展现文化国力的优势 而如果我们抛开了意识形态的争议 有专家认为相较于对岸的简体字 台湾教育推行的正体字的确更能够保留中国5000年文化的精髓 让外国人感受到真正的中国文化 台师大国语文中心最新一期的课程又要开始 说明会上来自多个国家的外国学生想要赶快了解状况 今年18岁的卡洛斯来自我邦交国洪都拉斯 他打算在台湾待上一年学中文 我自己选择台湾因为这里有更多自由 人们更多理解 我会比中国文化更容易合适 担任志工的瑞贝卡已经在这学了9个月中文 她觉得正体字学起来比简体字难 可是当中的意涵与字形很吸引人 面对全世界有超过13亿人学简体字 台师大国语文中心主任周中天还是认为台湾保有优势 毕竟学简体字只能知道50年的中国文化 学正体字却可以连接中国5000年文化精髓 况且台湾人热情有力 可以透过语文与文化密不可分的关系 让外国人体认优良的中国传统文化 周中天强调中国文化不是只有五龙五师 又或是包粽子 文化是在生活中体现转化成思想与行动 也因此就算中国近几年抢收外国人 但这个部分的文化优势 台湾还是很强 接下来沈志明台北报导